郭台铭到北农第二果菜市场拜访 不少民众上前要求合照并喊话支持 郭台铭也向摊商买了两箱水果回家品尝 他表示现在因为价格太低 许多农民都不种菜了 但农产运销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 为最重要的民生物资 所以一定要来参观 热情招呼送上水果蔬菜 更有摊商送上凤梨祝福 北农第二果菜市场瞬间变成 郭董的小型粉丝见面会 郭台铭表示 自己比较关心民生议题 所以来看农产运销 看政府如何协助 达到产销平衡 不过媒体询问到 美国前总统川普说 台湾拿走半导体工作议题 他表示 美国总统不能去干预 但任何国家领导人 都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优先 怎么维持和平 不要战争才是重要 不能够去干预人家的选举 不管人家想说什么东西 但是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 总统都要必须以 他的国家利益为主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我想 我怎么看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怎么看台湾 能够努力的维持和平 不要战争 这是一切经济繁荣的基础 参访郭台铭特地戴上北农的帽子 关心商家生意状况 郭台铭说 韩国瑜担任总经理时 云林的农民都非常感谢他 专程来看看韩国瑜如何建立拍卖奖励制度 让农民受力 商家也请郭台铭试吃最爱的百香果 郭董也推着购物车进行搭采买 摊商表示 亲自跟郭董互动 感觉很亲切很有长辈的样子 大手笔买了百香果 还买了一箱请媒体试吃 感谢媒体帮忙带动人气 郭董的参访瞬间让第二果菜市场集结人潮 但也有摊商趁着机会向郭台铭抱怨 果菜市场没有冷气 手机网络也没有讯号 郭台铭也向店家承诺一定会跟北农反应 记者徐卫峰台北采访报导 年轻沙串通明 applications